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科技类股 美国联准会在上个星期 开了第一场利率决策 交习了降息的预期 市场把希望放在五月 但是美国劳工部公布 全美元月份非农就业报告 从就业人数 失业率 薪资成长来看 好像都没有通膨降温的迹象 强劲的还有科技业 除了有亮眼的财报之外 苹果七年之后 第一次推出一个全新产品 是苹果的第一个头戴装置 Vision Pro终于在美国开卖 由苹果执行长库克 推开第五大道旗舰店的大门 亲自迎接两百多位 在外等候多时的民众 韩萱握手自拍样样来 这些人从各地远道而来 就为了苹果力退的 混合试镜头套Vision Pro 2月2号在美国正式开卖 这全新的头戴式装置 能够让使用者观看沉浸式影片 并和周遭的事物互动 Vision Pro不含配件 售价要3499美元 和台币约10万的价格 但还是能见到不少人拎着一袋一袋 毫不手软的打包带回家 第一位入手的顾客 走出店外受到夹到欢迎 因为这是苹果时隔7年 首次推出的新产品 库克更称他做时尚最先进的消费电子装置 久违的苹果第一代产品 虽然有贴合脸型 体积不大 4K画质等优点 但缺点则被认为是功能不多 重量太重 还有冲一次店 只有两个半小时的续航力 不过分析师认为 这会是苹果跨足ARBR领域的重要一步 预估今年的出货量 可达到50万至60万台 另一间科技龙头亚马逊 则持续用AI来强化顾客的购物体验 最新推出这款AI助理Rufus 要让顾客以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来选购商品 上周五的华尔街 除了苹果被中国大陆销量暴跌影响 股价大跌3% 其余科技七雄大都被亮眼财报鼓舞 包括亚马逊股价跳涨近8% 首次派发股息的脸书母公司Meta 则狂飙超过20% 当天美股三大指数则是全面走扬 标普500更再次逼近收盘新高 因为同一天还发布了关键的非农就业报告 并且出乎意料的强劲 2024第一个月 全美共新增惊人的35万3000份工作 比市场预期多了将近一倍 失业率则是连续第三个月持平在3.7% 更是连续两年都低于四字头 平均薪资的增加幅度也创下近两年来最大 以领域类别来看 专业和商业服务增加最多 新增7万4000份工作 再来是医疗照顾的7万份 零售业也多了4万5000位新员工 数据反映出消费者信心持续强劲 购物消费的意愿也很高 美国经济活力惊人 却把联准会的降息动作推得更远 即上星期美国联准会主席鲍尔才表示 3月不太可能降息 已经让市场把希望往后推到5月 如今就业不降温 也让降息的时间表再填变数 根据另一份人力公司做的统计 上个月确实出现一波财源潮 以科技和金融业居多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